说到古蜀国大伙都知道 李白有一个著名的蜀道南 蜀道南难于上青天 这句后边紧跟着一句 蚕丛及渔福开国何茫然 说这个蚕丛和渔福 这是两个人名 据说就是古蜀国的两个著名的帝王 有一本历史著作 叫华阳国志 这里边曾经写过 游蜀猴蚕丛 其目纵始成亡 你看 说这个蚕丛 他这个眼睛就是纵目 这不就是 就这面具就长这模样吗 是吧 可是啊 这玩意儿咱们说 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 这眼睛 那是最娇贵的人体外部器官 是吧 你这眼珠子 咱们都长得球形 他这像柱子似的 就这么支愣着 他也不得劲啊 他多容易受伤啊 就是你要真打仗一刀 他眼中海去 人不可能长这样 所以这个面具到底是艺术夸张 还是有人物原形 现在是众说纷纭 没有个定论 蚕丛说他齐目重 说他的眼睛长得很特别 那关于什么是纵目 当时是解释不清楚的 蚕丛以后的鱼腹 那么这个鱼腹呢 就是一种鸟 而古尺传承体系里面 有很多神灵动物 比方说像鱼鸟 它的出现究竟是怎么回事 到三星堆两个祭祀坑 大量的文物出现以后 我们才发现 祭祀坑里面的很多器物啊 或许都跟这个古史传说当中 或明或暗的有联系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器物当中 还有一尊青铜人像 这个可以算是三星堆里边的神秘人物 它就是这个青铜大力人像 这尊人像啊 有人量过啊 一米七二 个儿不矮 头戴花宽 高大威严 它这个两个手呢 握成了一个圆环形 可惜 它握的这东西已经没有了 握的是啥谁也不知道 按照这个人像的比例 它这双手可是特别大 这是故意夸张的了 所以手里握的这个器物 肯定是一件很重要的物件 那它握的到底是啥呢 这个神秘的人物又是谁啊 是古蜀国的国王啊 是祭祀啊 还是诸师啊 他干啥呢 当时的话应该是一个铜料 比较珍贵的时代 用这么多铜来铸造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 他的地位的话肯定是 应该是在人这个界面上 应该是属于第一等级的 从他的这个战略知识 或穿的衣服啊 等等这些方面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一个啊 无视之对的 就是一个祭祀啊 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人 另外还有个疑问 这个大力人的这个铜像啊 当年出土的时候 是从腰部拦腰斩断 断开的 很明显是被砸打过 啊 砸过 根据痕迹分析 当时人们可能是用了一个大锤子 啊 这类的东西 轮圆楼罩着后腰 就这一下子 从后背上这个铜块啊 把这个后背砸的是四分五裂 倒在地上以后呢 人们还罩着他这个脑袋 又来了一下子 把这个头罐这个边儿都砸得都翘起来了 砸坏了以后 人们才把这个伤痕累累的这个人像 扔到坑里了 你是这么精美的铜像 而且呢 人像这个身份 肯定是很尊贵的 为什么把它砸坏了扔坑里呢 而且三星堆人 当时为什么要挖这么些个坑呢